各位中国朋友大家好 在这圣诞来临之际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健康长寿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国的点心 首先我们来制作水油皮的部分 将水加热到五六十度 完了将水油皮的部分 全部放入碗中 拌匀 加入六十度的水 揉至表面光滑 包上保鲜膜备用 再来制作油酥部分 将滴净粉和猪油和紫薯粉 倒入碗中拌匀 然后把油酥包在油皮里边 然后把它擀至压舌状 翻面 轻轻地擀 然后从前面往下卷起来 全成这样 把它包上保鲜膜 醒至十五分钟 15分钟后 中间把它切开 蛋黄包进豆沙中 包完以后装入烤盘 烤箱375度烤25分钟 做的掉渣的蛋黄酥出炉了